其實我自己在做的時候,其實這也是蠻難避免的啦 再來就是剩下三種 那這三種就是建議大家要去做的 那第一個就是程式碼摘要 像剛才的,剛才那個意思喔 用Quickzone做排序 如果我在前面寫,用Quickzone做排序 就不會浪費很多時間去看 因為你已經知道,你也學過 你只會大約看一下 然後大概沒問題,就可以看懂 那這程式碼摘要 也就是為他做一個簡單的製品 那第二個說明意圖 說明你這個程式要拿來做什麼的 那一樣用剛才的Example來排序 有想到這樣 以變作辦理社群 那我就可以想像出來說 你這個程式碼之後還會有一個叫做search的master 然後可以跟這個sort互相使用 那我就可以整個把你的程式串在一起 就比較好聯想 那這個就是說明你的意圖 你到底要這個是來做什麼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明 程式碼本身無法傳達的資訊 那程式碼其實它還是有限 你還是只能表達程式本身能表達的 那程式不能表達像 那比方說我們人類在做 比方說這個程式其實是資料結構的作業儀 我是參考課本上第六十頁做的 不過它是C++改成的 你知道吧 那我們這樣一看 然後我就知道 你這個程式是從哪裡來的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是會發生什麼問題 比方說C++有些指標可能 肯定改過來 沒有辦法完全改過來 可能會這邊發生一些bug 那我們就可以預先對這個狀況有些了解 而且這個狀況是程式碼本身沒辦法傳達給你的 那註解大概就分成這六型 大致上可以分成這六型 那一個優秀的註解 我應該要是怎麼樣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有在要 就是它有 summary 第二個說明它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明你的盤式 就是介面MASER還有變數的用途 它拿來做什麼 第四個說明它的假設與現實 比方說我傳入的變數只能大於0 小於0它會掛掉 那我就應該好好的說明它 然後第五個最好當然就是有一個範例 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操作起來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其實優秀的註解 我們可以從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就是遵循規範 像Java裡面有Java打規範 如果你遵循它的規範的話 你就可以採出 採出一些很漂亮的高頻文件 像下面我們可以打開看一下 像這個 這個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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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函式 它這下面就是它的註解 你打開它的層次 打開Java的原詞碼 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實就在前面 還有在層次碼中間就在這些註解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視為它註解 那我們可以一下下來對 為什麼它這樣說 那宰藥 它第一行就是它的宰藥 它把這個字傳 用一個正規感規分開 就是它簡單 它在做什麼 然後第二個 它就講 它為什麼在這裡 它為什麼要不要怎麼做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假設 它的假設 像一下嘛 你看它的假設在這一邊 當你的正規表示是有問題的時候 它會輸入一個儀水群 就表示說你如果傳入的參數有問題的話 它就會掛掉 這就是它的假設 那最後 然後當然要配一個esample 然後我們看嘛 它這邊就配一個esample 你傳入這樣字串 然後才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那這樣子 全部的元素都有了 就是一個優秀的註解 就會跟 如果你有做好的話 就會跟這個一樣 像一個Java Duck一樣 好 那我們繼續回到同影片這邊 那 插進的註解是什麼 那有好的 當然也有壞的 那 插進的註解就是 過度深入細節 比方說 我講了太多語言的東西了 或是 比方說正列0半到正列1 又半到2 又半到3 這種太細節的 翻譯的過程 或是怎麼樣 或是運作的過程 這些其實我也是看成是蠻的糟 我沒有必要太多註解 那 第二個就是 沒有說明任何程式相關的東西 比方說 我寫一些 我昨天的 我昨天 午餐吃了什麼 我家的小狗剩了幾隻 那這些東西 其實對我寫成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 第三個就是 寫這種人應該要去看病 應該是不會寫的 其實有時候你會在裡面 罵一下使用者 他老是按錯或是怎麼樣 OK 留下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其實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OK 那 好 講了 誠句 持不達意 那 通常 還好 那 其實我看過有些 比較演奏就是 不知道中文在寫什麼 就是 他們可能沒有順過去 或怎麼樣 就是 就是 在獲獻 其實不用想的太難 就是照你 我們一般口語 就是我們對談講話 並不 這不是在考你國文 他只是 你只是要表達給他而已 那其實只要 不用去刻意做出什麼 什麼 五言結句之類的 那還有 不要拿註解來做什麼 第一個 不要拿註解來備份你的程式 通常我們寫程式碼 然後 有一段程式碼 我不要了 然後我用註解把它mark掉 這應該是很正常 沒有 這不正常 OK 那如果你要需要備份程式碼 請用版本控制軟體 像SBN CBS 還有GHub 之類的東西 那你的程式碼 只要描述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的過去就交給這些版本控制 你的未來就交給上帝吧 你的程式碼 只要表達你現在在做什麼就好 那 再來就是 重複程式碼 這個前面已經說過了 那就是不要再重複一次你的程式碼 那第三個就是長篇大論 那其實同學我比較少看到大家有在場 大部分都是不是沒有寫 OK 那長篇大論的話 通常需要的是一些比較高階的東西 像結構化或抽象 比如說把它抽成一個class 或把它包成一個patch 或是一些比較高階的設計的問題 那還有 有一個東西可以幫你 UML 它可以幫你 描繪出這些流程 那用這些工具會比較好 比起你寫大堆字好很多 那再來其他註解的注意事項 那第一項 就是寫中文 拜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很喜歡寫英文 那 我不是說英文不好 或是怎麼樣 因為英文很重要 但是 要使用你 你預期的讀者 最能理解的語言 來寫這些字 因為程式碼是拿給人看的 當然如果你有機會到一些萬山公司 你寫英文 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想在座應該大部分 應該還是會以中文文字 那我們盡量以 我們最適當的 最擅長的語言來寫 那第二個就是工具產生的 請把它消掉 像我們現在 像一顆月十 那些工具都很方便 我點兩下 一大堆Messer 全部都通通通通發出來了 那其實那些工具裡面 通常它會隱含一些註解 那些註解是幫助你說 它怕你忘記去改善它的Messer 它會像這個土度就最有名的 土度的本來意思就是 你要去做 就是我有類似 記事本 一個mark 就是我這邊的程式碼還沒寫好 我等一下要去做 代辦清單 那像很多程式的產生工具 都會產生出像這樣的字 那如果你確定 我這邊不需要任何東西 我先把它拉掉 像我有一次拿到一個程式 然後裡面一堆土度 我想說奇怪 這是寫好還是沒寫好 還是我要做 不是我們付它薪水 還是它給我薪水這樣 那如果像這種 那種有特殊意義的註解型 要特別注意這樣 那再來我們可以練習一下 那這個以上 大家可以打開 再來resize no comment 如果你們有的話 喂喂好那這次也是你們學長我的學弟啦 遺留下來給我一個城市 那我們先看一下假設假設今天這樣子好了你是維護這個城市 我是在寫這個城市的那我在你面前 你看到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就給你維護啊 有什麼問題盡量問 那你第一個問題你會問什麼 這個城市在幹嘛 所以你的數解第一個就是要寫這個城市在幹嘛 那第二個問題通常就會變成說 我知道這個城市在幹嘛 想知道這些變數到底在幹嘛 所以第二層你就要寫說 用註解寫說這些變數在幹嘛 那當然繼續讀下去你就會有 第三個問題帶來就是 這個 這個這些變數到底在幹嘛 所以第三個就是寫在上面加速點說 這個層這個變數到底在幹嘛 好那大家知道我把 改過的結果順便拿給大家看 好那如果有人有看的話它是另外一個 has command的字尾是has command 那這個檔案我們 這個城市碼跟上一個城主啊 城市碼完全一模一樣 它只有多了字節而已 好那我們來來看一下 resize到底在幹嘛 這邊就寫了 本筆一縮放圖形的場景 以方便 網頁呈現 那你就知道說resize這個東西 是來縮放圖形 然後它可能會用在網頁上面 OK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很多資訊 我下面一行都不要看 下面這邊bbparalory一行都不要看 我就已經知道很多資訊 那再來下面就是 為每個變數標出他的目的 比如說就是有 既然我有縮放 一定有來源檔案 一定有目的檔案 那一定有來源目的目的 那縮放有償寬 那一定有原來的償寬 跟要縮放成多少償寬嗎 那這樣這樣子一連下來 整個都會合理 那你讀起來就很快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建立一個context 然後當然動詞也是一樣 那當然有這些參數 當然就是成這樣操作這些參數 那下面我也一樣加了作件 從路徑讀取檔案之類的 那細節我不多說了 然後有空的話大家可以再打開來看 好那 練習完了好 現在也是問題時間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意思 斜線星跟 如果是兩顆星的話 你是說加把嗎 你說兩顆星喔 兩顆星會在加把Duck裡面出現 一顆星不會 它會幫你產生 你剛剛有看到Spring那個切割 它會幫你自動產生成 那個格式 如果你有照它的規矩寫的話 那一顆星的話它就會忽略 它就是真的把它忽略掉 嗯 還這樣 其實比較複雜的是在 在Wive程式裡面喔 比如說你在做JavaSquade 把JavaSquade HTML PHP 通通放在一個檔案裡面 那這個時候JavaSquade的註解 的 那個 跟其他的 註解的法 那這些註解 到底是在做什麼時候的註解 它的過程 通常人不會想 但是如果 如果你觀念清楚的話 你就會想到 它這個 它的這個 編譯的流程 翻譯的流程 這個是給誰看 這個是給誰看的 那一樣 一樣 你們學長好 心中幫你們問了很多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別人寫程式嗎 沒有數解怎麼辦 我要幫他加嗎 如果你接到一個程式 那裡面 跟剛才的劉塞一下 一行數解也沒有 那你在維護的時候 你有沒有幫他加 沒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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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回去寫好再拿 講到這一點 叫他回去寫好再拿 叫他回去寫好再拿 拿來給我們 又談 好